这一次队友也都坐在台下 那感觉来到这届亚洲 被自己的混战有没有所提升 没有 好的 欢迎来到采访期 大家好 我是韩东 正在我身边是刚刚去的 本场比赛的RNGM 一观人险 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RNGM 一 一 我想问一下一 其实在这两天的比赛当中呢 不管是长城还是空港 都会带给我们 惊喜以及惊险的一幕 其实今天看到长城的表现 大家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都会翻车 那到底造成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你觉得会和ECO有关吗 我感觉有点吧 而且是混战 都是好车 就都是麦凯伦 所以就没有那种 以前因为打LV的话 就是两个好车 两个差车在外面跟着嘛 所以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意外 那其实今天在最后一局比赛 和令阳的分处 也差的就只有一点点 那在当时选到了空港之后 有没有想过 哪怕要么稳住 要么反超呢 没有 我选空港是因为 我知道林阳不会跑 所以我选空港是为了稳第二的 结果 结果我出去 就是那个不是一开始有个交叉的 那个飞起来的地方 然后发现对面没人飞过来 我就那时候我就感觉我稳了 稳了 这把就不仅能够去抢个第一 甚至我还能够把狮子甩在我的车后 那时候没有想过拿第一 还没有想过拿第一 对 直到最后看到狮子充现的时间 今天才知道我最后还翻盘了 对 那在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有说过要选西湖当作王图 结果今天选了一首 科隆大教堂 是什么意思呢 骗你们的呀 骗我们的呀 那明天要选什么图呢 明天 明天 明天就 把年轻的零号选一下 让他没有图选 可以啊 明天要把年轻的零号选一下 那再次恭喜 翼今天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那我们稍时休息 比赛马上回来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赛后复盘环节 我是韩东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复盘 是刚才的两局比赛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场的对决 来自SG小玉 JCR千寻 QG明明 以及JCR阿生的那一局比赛 其实在上半场的一个对决当中 小玉的一个发挥 除了在长城只拿到了7分以外 包括说最关键的一局 他的星天鹅宝王图 拿到了12分的分数 和明明拉开的一个分数 是比较大的 但是来到了后半程的一个对决当中 其实到了第8局和第9局 也就是小玉最关键的两场比赛 仅仅只拿到了8分和7分 而最后的比分也锁定在了82分 在本组第4的一个成绩 其实这两天的比赛 都和明明分到了一起 在明天的最后一期比赛当中 也会遇到QG的宁星 其实相对来说 小玉的这个亚洲杯 外卡赛选麻赛 并不是特别理想 而对于明天的比赛也需要加油了 那同样其实今天来到第二局比赛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局比赛 看下来 绝别跑得都是非常稳定的 但是到了最后一场比赛 集足空港仅仅只拿到了3分 这3分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真的要和我们这个舞台 告别了 那同样再来说一下林阳 在刚才接受到采访的时候 官人也跟我说了 说选出空港 也是为了针对一下林阳 因为他觉得这张赛道 一官人的胜算会比较大一点 而同样这局也恰好 林阳只拿到了4分的分数 那最后的话 一官人拿到了11分 狮子拿到了6分的情况下 最后的最后 一官人89分 反超了AG狮子86分 拿到了本组排名第一 那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局的一个选车情况 在王图的选择上面 一官人也是延续了 和前些天冰神一样的套路 选出了科隆大脚堂 拿到了暗药武神 且取得了王图的分数 但是来到了林阳的王图的时候 他也选出了零号试验场 拿到了暗药武神 但是在那局的比赛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零号试验场 是狮子拿到了王图的分数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的零号试验场 两个细节点 两位选手是如何做出一个判断的 绝别在这里进行飘飞的时候 这个路线很明显 其实速度是够的 但是并没有飘起来 导致了他的路线 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 且没有走到加速带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 林阳的第一视角 在这里拉了一个停滞过来 WCW喷也都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了哪呢 就是接下来这里 这个小喷放的时机 实在是太晚了 飞过来的时候只有250的速度 导致了他最后直接原地崩盘 在这里也没有飘出来 最后拉了一个停滞 WCW 完成了最后的冲线 好在前面其实大家的失误都比较多 让他最后拿到了十分的一个分数 那总体来说 这局比赛的话 能够看得出来 在很多细节点上面 大家的做出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 期待选手们在后面有一个更好的比赛状态 欢迎来到采访期 大家好 我是陈氏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刚刚过渡小组 投名的QG宁青 来先给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QG宁青 首先感觉还是有点闷闷不乐 为什么打完混战以后 感觉这两天下来 都是感觉上采访期有点闷闷不乐的感觉呢 是不想看到我们吗 不是 对自己发挥不满意吧 发挥感觉还是有点差强人意 虽然拿到了小组投名 但是混战当中确实有很多意外情况出现 宁青一直以来在混战方面 都是感觉比较让粉丝 比较让队友担心的 这一次队友也都坐在台下 那感觉来到这些亚洲 被自己的混战有没有所提升 没有 感觉没有任何进步是吗 那你其实也 我其实也知道 你就像敏神 在混战当中我们人称 God 敏 那有没有对你传送一些经验呢 就平时在一块打打训练赛什么的吧 就是尝试以身作则来进行教学 但是最后都成功的失败了 并没有吸取进去对不对 其实都差不多吧 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刚刚在比赛当中 我们发现在洛杉矶的对抗当中 你选择到了使用破风 这个是特别在于起步问题吗 还是像你队友所说 你好像忘了进吧这辆车了 就可能破风机器多一点 不会起步不会被卡了 想要在起步当中做一些文章 那最后一张图 清元春用到了指挥官 并没有使用到更为强势 即使更快的红牛 是为何意呢 忘记了 还是队友更加了解你 上一张图可能没忘 但这张图确实忘记了 最后一个问题啊 我们收集了热心市民 叫QG失失的问题 问你0号为什么又没有拿第一 不开张了 倒闭了 要彻底倒闭吗 还是说明天还想再拯救一下呢 明天再说吧 明天再说啊 那老板还是要收拾一下心情啊 准备好接下来的征程 好的 感谢QG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接下来我们稍时休息 下场比赛胜利的QG敏敏 请和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QG敏敏 想问一下敏敏在今天取得了 本组排名第一 内心感受是怎样的 还是挺开心的吧 我也没想到能拿第一 因为有三天都和小玉 分在了同一组嘛 那和小玉分在一个组 这三天的比赛感觉怎么样 都已经打习惯了 都跟自己人一样了 打习惯了跟自己人一样了 那其实在看了今天的比赛之后呢 回想到昨天啊 一手急速空港跑完之后 昨天结束 回家有没有加练一手急速空港 那肯定是会练的 那在今天再次碰到小玉 是不是也练了很多 昨天之前一些发生失误的地图呢 都有练 但是还是会发生意外 还是会发生意外 在当时新天鹅宝跑完之后 内心会慌吗 慌啊 肯定慌啊 我的分啊 但是到了最后还好 其实拿到了本组的第一名嘛 那想问一下明明 在明天将会迎战谁呢 Iron Jam云海 这三天战云海 三天战小玉 一天战云海 可以说对于明明的这个分组来说 实在是有点难 不过今天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 那再次恭喜明明 今天取得本组的胜利 一段视频过后再回比赛